万头专栋大街小巷全都是人 绿岛街头仿佛是散场后的演唱会 天气热这里的旅游人气更热 每天面对满满的人潮 十一住行都得用到店 这个小岛的店又从哪里来 透过我们的镜头开箱绿岛火力发电厂 全靠他们守护你我的生活所需 7月16号登岛人数在 大概统计有3079人以上 那也创历史新高 它的负载是5739千瓦 后疫情时代再加上遇上暑假 电厂的发电量创下新高 从民国六七年设厂以来不断创下记录 岛上用最传统的柴油发电机运转 目前九部柴油发电机 总装置容量为一万一千瓦 原本预计可以撑过今年夏天 但因为连日高温 民众狂开冷气 让电厂用电量瞬间暴增 就连蓝宇电厂也预计要再增加一部机组才够用 电厂内部有各式各样的大型机器 里面却只有八名员工 他们什么都要会 因为这里从发电 变电连外厂接电 全靠他们轮班 日常维修 攀升是守护绿岛的重要兼兵 要是没有他们 民生用电恐怕就会出问题 看着每天不断增加的观光客 用电量不断往上攀升 台电也增加到十多名人力 变成两班制 确保随时有人可以应付突发状况 因为电厂也发现有太多游客 踏出民宿就没关冷气 造成电的浪费 只是这座小小的岛 就仰赖着小小发电厂 不像本岛还有其他替代电厂可以调度 如果发电机来到极限 无电可用 可就苦了当地居民 TVB的新闻流行的黄建芬台东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